第十三题 刘先生家上个月各项生活支出共五万元 圆形图如下 请注意 这个圆形图呢 是指刘先生他们家上个月 这是上个月的哦 不是这个月的 好 他说 那这个月呢 因为出国旅游 娱乐支出呢 增加一万元 好咯 娱乐支出增加一万元 那老师问你哦 那 上个月一共花五万 这个月呢 因为娱乐支出增加一万 其余的项目呢都不变 那这个月 也就是本月一共支出多少呢 一共支出 上个月是五万嘛 加上本月呢 娱乐支出增加一万 五万加一万 其他都没变 所以呢 本月呢 就是支出了六万元 这是本月 第一点 本月一共支出六万元 好咯 那第二点呢 他说 这个上个月呢 娱乐是百分之十嘛 上个月的娱乐是百分之十 我们先算一下上个月娱乐支出多少 上个月 娱乐的支出 我们知道上个月呢 一共支出五万 那娱乐呢 占了百分之十 也就是说五万 乘以百分之十 百分之十 五万乘以百分之十 就是五万呢 乘以十分之一 那我们把它约分 那就是五千元 上个月娱乐支出五千元 好咯 接下来我们再继续往下 那本月的娱乐支出呢 本月比上个月多一万块 所以就是五千加一万 等于本月娱乐支出 一万五千元 一万五千元 好来第三个 他要算什么呢 他要算 本月娱乐支出 所占的原心角度数是几度 那我们要算原心角度数 你就要先算 本月娱乐支出 占所有支出的比例是多少 本月所有支出 他是六万元 娱乐支出占了一万五 然后呢 我们就把它约分 整理一下 也就是说呢 本月娱乐支出 占了四分之一 那四分之一 你在画原心角度数 你要画几度呢 我们就把四分之一 乘上全部的三百六十度 乘起来等于九十 所以呢 本月娱乐支出呢 占了全部的四分之一 也就是占三百六十度的四分之一 所以他要画九十度 那所以这一题呢 答案就选B这个选项 答案就选B这个选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